血液基金会为了让各家的医院用血方式更加的精准 因此特别是印制了精实书血的手册 要赠送给地方的医疗单位 在18号的上午台北捐血中心的主任林敏昌 也前往了花莲的慈激医院 希望能够协助医院推动临床用血开源节流的措施 精准的运用有限的资源 18号上午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 把血液基金会所出版的精实书血手册 带到花莲慈激医院赠送给院方 希望可以协助医院推动临床用血开源节流措施 也让血液的运用可以更加精准 因为现在大家都强调的是一个精准医学 那其实血液它就是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 它就是一种药品 所以针对不同的需求的病患 它其实应该输得更精准一点 更何况其实血液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那相对的这样的宝贵的资源之下 我们也是希望说医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一本精实的输血手册 提供给医院参考 那主要的就是我们在输血的时候 尤其不管是内科外科 它有各种不同的血品 能够输血的最大利益 然后把它的负作用来去除 比如说减白 把白血球引起负作用的部分把它去除 我们要的是红血球等等的 这样子让我们不管是捐血人的爱心 或是接收到捐血的人 它都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 花莲慈禁医院为了响应创院满散四周年 特别和花莲捐血站合作 号召医院同仁 志工还有相亲一起挽秀 用热血发挥大爱精神 也让从南非来到台湾实习的 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的学生王扎马 迫不及待一起响应 不管是院内同仁 还是如果相亲分分晚秀 捐热血分享爱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一份爱心热血 补足血库的正常存量 解许历情花莲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